謝謝主席,有請吳院長,謝謝 有請吳院長,謝謝 吳院長好 吳院長早安 今天的話呢其實故宮這個部分我還是一樣跟賴委員一樣想要先從這個VR的部分先跟院長談起喔 那VR的部分呢其實也是很感謝教文委員會就是安排了這一次故宮的質詢 讓我有這個動機可以把720度VR的走進故宮整個完整的玩過了一次 那這個VR的部分我覺得蠻好的是說它其實口號還蠻吸引人喔 說不想出門人擠人宅在家看白菜 我覺得還蠻喜歡這樣的口號 那可是呢還是要稍微從就是因為自己是比較偏向科技理工系統相關的概念 那我看到的是說像比如說我們在這個皇帝的玩具箱好了 像這樣的一個VR的一個互動的過程裡面呢其實有幾個問題 比如說呢我們其實看到這裡呢右邊是我們先看到的展間 那它是一個從故宮的智山路的大門開始一路走到展間之後 再想辦法到了每一個展間裡面去對文物去做一個點選跟它會有出現不同的顯示 那我第一個要講的是優點的部分其實文物的資訊簡介內容是挺充實的 但是呢在這個從智山路走進去的過程裡面呢其實每一個展間的整體鎖影上面是比較缺少的 所以我在那個過程當中其實有一點迷路齁 這個可能就是自己平常在玩那個電動遊戲的時候 就會覺得說其實應該會有一個大地圖等等的 讓我知道我在故宮的哪一個角落在進行齁 所以這個可能就是提供給當作一個使用者回饋 提供給院長跟故宮的同仁們就是官員們可以再參考 那第二個是說呢使用上面比較卡啦 因為我們自己在開發系統的時候其實通常會考慮的是效能測試 那效能測試呢我們一般有一個不成文的規定可能是使用者大概按下去之後兩三秒回應 兩三秒的回應如果說沒有辦法達到的話可能使用者就會覺得是不是網路上面系統有些問題 所以這個部分可能在VR的這一塊可能也需要去考量一下效能的部分後面是不是還能夠再提升 那我剛剛因為知道說其實這個系統只有四個人在做 院長是真的嗎只有四個人 是的 那我是覺得你們可能比較辛苦一點啦因為四個人在維持這樣的一個系統 確實上可能如果說故宮覺得這是一個很符合時代科技趨勢的一個作為的話 可能在這個部分人力也需要再多增加齁 那再來就是說當然因為我自己本身在數據分析上面有過一些經驗 也會想要好奇的知道說那你們是不是從後台的數據可以看出來 比如說民眾他對於這個選取這個文物之後到底哪一個文物瀏覽度最高 或者是呢他停留的時間最久或者是影片點閱率最高 我相信這個都可以對於民眾對於什麼樣的文物或者是這個有興趣 你們可以去規劃後面再做更多實體的導覽去吸引他過來 因為有時候就是你知道VR玩完之後他還是懶得出門 那對於故宮來講從這一塊VR怎麼去延伸成是一個真正可以cash out的一個商業模式 我相信這是故宮未來可以努力的部分 那我們再看到第二個這個是網紅行銷 這個我覺得可能有一點尷尬是 我不知道院長你知道蕭敬騰嗎 我知道 就是你知道蕭敬騰是一個 我不要講蕭敬騰好了 蕭敬騰可能吃泡麵 他光是拿一碗泡麵在那邊吃 可能他的YouTube點閱率都會超過一萬 那我不要講蕭敬騰 就我跟院長我們 你知道蕭敬騰的歌有什麼歌嗎 不知道 就我們其實只要好我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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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我只要唱一段蕭敬騰的熱門歌曲 今天我們兩個質詢的影片一定會破1700 這個院長你同意嗎 當然 還是你要什麼試試看 連我都知道他名字他當然會有廣告效應 所以呢我很遺憾的要在這邊跟就是院長報告一下 我們在這邊其實有做了一個所謂的經典之美新媒體藝術展 這樣的一個YouTube的一個頻道的節目 但是在這個節目上面呢 我很遺憾的看到蕭敬騰這個臉書按讚有187萬 具有全球知名度的一個 就是這麼樣一個巨星 他在這個經典之美的這個故宮的YouTube頻道 你看他的那個觀看次數只有1792耶 就是我覺得這個實在是可能需要了解一下背後的原因 因為我相信說其實故宮如果去找網紅類型的 或者是明星做行銷一定會花蠻多的經費 那我可以看到這個系列其實拍得很精緻 他包含說從美感學習的六個構面 還有像比如說文物場系的六個觀點裝表等等 其實連我這個理工女看了我都覺得 欸其實對我的這個藝術的細胞有足大的提升 但是很可惜的是他並沒有好的行銷 也就是說這些素材跟人都對了 但是呢為什麼他今天影片的觀看次數這麼低 是不是說故宮其實只是把影片拍好之後上傳到YouTube 接下來就下面沒有了 不知道院長這件事情您大概知道你們在YouTube頻道上經營的方法嗎 這個有一部分我可以說明有一部分因為牽涉到工程 沒問題沒問題 那沒錯我們的故宮的同仁 基本上是藝術史專業的人為主 那所以就會出現委員說的內容的說明很好 但是呢其他的不見得很好 那另外一個就是我們的這個資訊的人力其實也不那麼多 這是我們先天上的整個性質 那這個是因為這幾年我們逐漸的在改變才走成這個樣子 當然這樣談下來我們就知道我們的數位的技術人員必須增加 我們數位如何行銷這一部分必須增加 那至於說會卡卡的這一些 這個我請我們的這個工程的專業的人 沒關係院長因為其實時間比較不夠 我想要跟您提醒一下 因為故宮的臉書其實按讚數也有11萬 然後呢在YouTube頻道上面故宮自己小編主導的影片呢其實也有3萬多的觀看 所以我覺得當然這個3萬多我覺得還是也是偏少啦 因為故宮也算是一個全球比較知名的旅遊景點齁 那我是覺得你們可以去考慮的是 今天網紅行銷這件事情其實應該是花了不少的經費 才請到這些人來拍攝 那我們應該要有一個一系列的推廣的活動 所以行銷的影片上傳之後呢 下一步是怎麼樣去能夠讓他推播口碑的行銷 這一塊可能院長這邊也需要很快的去考慮一下 那至於資訊或行銷人力 就數位行銷人力的不足這部分呢 當然我覺得這個不能說是我們現在的一個先天缺陷不足 而是我們後天怎麼補強 我們怎麼樣能夠趕快去思考 接下來我們要如何去規劃 所以也請院長帶回去思考一下 大概可能也許我們近期 大概院長覺得多快可以先給我們一個很簡單的一個 未來資訊能力跟數位行銷能力提升的一個計畫 這個我們兩個禮拜可以嗎 可以可以兩個禮拜內希望說能夠有這樣子的一個計畫 不需要說一定要馬上開始執行 因為我相信這個部分也會有一些困難度需要去做評估 對那這個部分就麻煩就是救救蕭敬騰 不然蕭敬騰看起來很可憐 我相信這可能是他的影片來講就是難得最低的一次 那我最後想要講一個就是北溝的這個煽動的問題 我相信這個過宮前院長馮明珠 他在2015年看過這個紀錄片 北溝長寶傳奇的紀錄片之後 其實他非常的感動說其實北溝這個輝煌的歷史應該要被保存下來 那我看到其實故宮今年的10月也會舉行所謂北溝傳奇的文物展 但是院長你知道嗎 其實雖然說他已經被台中市政府列為所謂的歷史建築 但是在去年的8月28號 這個地主抱怨說這個 我們今天市府在洞口設置這個解說牌 然後也沒有安全設施 都是因為地主會抱怨當地的一個狀況 那同時呢台中在8月28號這個連日的大雨 造成說當地的這個山洞呢已經被淹沒 還有小朋友差點溺水 所以當地的地主他就因為安全的因素 他就自己去找那個挖土機把洞口填平 那我不知道說這個地方到底是市政府在負責 還是說故宮對於北溝的山洞也有一系列的這個保存跟活化的努力 這個可以請院長回答一下嗎 這個現在不是由我們 這是不是我們故宮的地方 但是我們之所以會做這個展覽 就是因為我們對於我們故宮的那一段的歲月 我們其實是很珍惜的 所以我們也會這個跟台中市政府這個討論如何的保存這裡 至少這是一個歷史性的side 是因為這個是其實我自己看起來 我們辦公室看起來都還蠻心痛的一個事情 因為北溝山洞如果說他這麼的有歷史的意義 而且他是一個文化 因為我們知道包含像泰王還有很多多國的元首 其實他們也都來過這邊去造訪 那院長這邊可能需要再更積極的去跟台中市政府來了解 是不是他們在地方上的溝通遇到一些阻礙 或者是他們需要一些更多的包含像保存 因為我相信故宮一定有這樣的專業去知道怎麼樣去把歷史的建築 或者是這些藝術的這些做一些保存 所以我相信故宮在這部分是可以更主動更積極的去扮演這樣的角色 那這樣可以嗎院長 我們會積極的跟這個台中市政府 好好謝謝院長謝謝 謝謝謝謝謝謝 謝謝主席 好非常謝謝剛剛洪安委員非常專業的質詢 也謝謝院長的回應 這個北溝這個的確是這個大時代動盪的歷史的悲劇 的確我們我想請院長你回去以後好好的再重新來審思 那麼我也會排一個專案的報告 讓你們來做一個專案報告好不好 謝謝 那繼續我們請范雲委員來諮詢 謝謝